蔡英文她回國了 其中在瓜地馬拉這個國家的時候 人家用軍禮來歡迎她 但是呢 蔡總統 她在軍禮的過程當中 她走得比較快 那遇到這個軍禮儀隊 也沒有停下來 那還被拉了一把 但是這個部分呢 國內主流媒體都沒有報導 我們先來懷疑一下這一段 為了解決定 這是一個要求主張的 而為了解決定 要求主張的發展 越南華人 甥道財 向今後臂在中國 除了解決定 這套意見 是個人的教授 像是一國獨立的 像是一國真正的智慧 在這裏擁有民主的 民主主義和歷史的 大臣的尊敬 當那個蔡英文她走在前面 被拉回來 我覺得那真的很糗耶 那個 你到人家的軍禮儀 對前面不是應該要停下來 然後放左胸 不是左肩 然後還被瓜葛總統 人家還是生障者這樣拉回來 這個國內幾乎都沒報導 對 就這個部分我剛其實看的影片 其實蔡總統其實在一開始 她確實是有所謂的扶手禮 也就是她的確有把手放在左胸 那只是她確實沒有留意到 這個瓜葛總統 她可能行動比較不方便 因為我們一般兩個元首 應該是並排而行 所以他們應該是一起走 不然她就變成是要帶領 他們的國家的軍禮 那所以她可能沒有注意到 可能對方走比較慢 所以她走得比較快 那這個部分我們覺得 確實是有一些些疏失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也是一樣 她一開始有所謂的扶手禮 但是可能經過了國旗 或是經過了儀隊的時候 那瓜葛總統希望她停下來 所以才會有拉一下的動作 那我們覺得說 確實這個部分呢 可能後續 如果有在其他參訪幕僚 可能要多提醒一下 是 我覺得這個外交部 因為外交部就在現場 那他等一下 這個一走完之後 他最後會到 這個他們帶領的參訪團的前面 那就看到這個吳昭熙也在 因為看到他就一直跟他 就是點頭鞠躬這樣子 不過我們的建文集大使 他說這個他看來是覺得非常的失禮 對方是生長 那蔡英文集固著自己走非常粗魯 也沒有跟雙方的國旗致敬 覺得很傲慢 那是身為大使的一個觀點 我們看到蔡總統是在現場 剛剛講這個瓜葛總統講說 世界上只有一個地方叫中國 台灣和大陸都是 就是中華民國代表 真正中國 那他意思其實是有三個行業 到底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是代表中國還是 中華民國台灣跟中國 都是中國這塊領土 還是他就只承認一個中國 但是真正中國 他前面講說是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後來三明治在國內 就大肆宣傳自己的部分 就肯定中華民國台灣就是中國 但是他蔡總統才回來沒多久 馬上這個大陸就有 也是要出訪到這個瓜里馬拉 瓜里馬拉最大第二大出口國 其實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他所講的一個中國 其實前後文 整個意思還原 他指的是中國大陸吧 其實他大概講兩段 一個他講說他認為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我覺得這一段大概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他後面又講到說 因為他認為台灣就是代表中國 那這個時候我想可能 國內有很多綠營人士或媒體 他們可能不見得是希望 自己是代表中國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段 可能哭笑不得 那雖然剛剛麗英講說 如果從前後文看起來 看起來瓜里馬拉是認為 台灣是代表所謂的中國 也就是跟中國踏入一起的中國 我想這個部分 可能各個媒體在解讀的時候 會挑自己想要的部分 那這樣就是非常的一篇概全 這個在以前中間還在頻道上的時候 就會被放大進檢視 如果我們只沒有全面報導 只有報導一部分 對 哇 那就要去NCC報告了 那可能警告了 罰單就來了 但是竟然全面導著說 中華民國台灣就是中國 其實這很容易解讀 就是人家指的是不然好 那對而求其事 中華民國台灣跟中國大陸 都是中國話 那這不就是九二共識的內容嗎 對啊 所以我說 當台灣是一個獨權獨立的國家 是我們覺得是現實的狀態 但是到底台灣等不等於中國 或是台灣跟中國大陸 是不是同屬於中 我覺得這個可能 大家的看法會不一樣 對 那既然大家看法不一樣 不就只回到九二共識 那跟大陸也可以好好談嗎 跟美國也可以當好朋友 那一定要把台灣推向這個 戰爭邊緣跟大陸一定要這樣 劍拔弩這樣 這讓人非常擔心政府作為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台中市議員黃建豪 他在臉書就貼了一個 他被叫召的這樣的一個通知 所以他就要去當兵 他說市議員也是要被叫召的 然後他又下了一個結論 就是和平沒有輸家 戰爭沒有贏家 那我覺得說 不管國際社會 跟我們怎麼樣的往來會友好 那人民還是希望不要戰爭的 對 當然 當然 如果說這個出訪 是只有蔡英文到美國去過境 而沒有馬英九這一段的話 那可能結果就不是這樣了 對 其實我覺得拓展台灣的 國際視野都是好事啦 那只是說因為蔡總統 他出訪也不是第一次 那他每次的出訪 大家也覺得習以為常 那但是馬總統這個字 確實讓大家比較驚豔 因為他講的中華民國 講他是台灣的總統 那確實我覺得 會對台灣民眾來講會更有感 對 因為大家是希望安全和平 不一定要跟兩岸統一的和平 而是現在的和平 而蔡英文那邊執政黨是說 是誰在破壞現狀 不讓現在和平 那這話不是完全講反了嗎 是誰才不讓台灣和平啊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 民間特徵組哪裡找呢 只要在YouTube 用民間特徵組五個字 不管是用手機或者是平板 右上角有三個點點 把它按下來 就有搜尋篩選器 進去裡面把上傳日期旁邊打個勾 按一下再滑出去 就有最新一集的民間特徵組在上面囉 這就是找民間特徵組最快的方法 另外也可以在中天電視的播放清單裡面 也可以找一下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就是對民間特徵組 我看來小銀最大的支持喔 我看來小銀最大的支持喔 謝謝大家 都沒有看來小銀最新的 讓紫特徵組合